很多人孤单时都会想起的张栋梁 今天终于回家跟歌迷见面了 鲜少在国内公开露面的他 原来还是有经常偷偷回来哦 哎呀我知道啊 栋梁这次应该是上次回国 是在大概是去年国庆的时候 国庆的差不多接近一年了 其实中间偶尔会 有时候没工作的时候还是会回家了 但是公开出席活动 对可能就是这么久 原来栋梁之前都在忙着拍剧 而且还是第一位跟Netflix合作的大马华裔艺人了 做演的那个电视剧呢 一千个晚安正在上映 对对对 因为其实现在大家都在看Netflix嘛 去年就拍了一部戏 然后会有两季的 两季的我的电视剧会在Netflix 开始这年和结束这年 当被问到有没有考虑跳出暖男形象出演喜剧时 栋梁给了这样回复 一个艺人其实应该是要慢慢慢慢 越来越像自己 越来越做自己 其实这是我这几年都在很努力 想要做到的一件事情 不管台上台下 作品里面或是作品外 其实大家看到跟认识的张栋梁 应该都是长这样 当然以歌手身份出道的他 还是免不了被追问 什么时候要再发专辑呢 也要有歌才能发专辑啊 因为其实去年我发了一张专辑 那马上就拍了一戏嘛 所以我的个性是比较喜欢 专心的做好一件事情 所以我真的不会太急迫说 什么时候一定要有张专辑 静伦也说他七年才发一张啊 我觉得其实现在大家都 不会想要因为发专辑而发专辑 我们已经经过那种 一年一张一年一张的阶段 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希望是 感觉最对 做到最好才会发现